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谎 你将这证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屑心 直到我们 感见不兴 各位祷告大军的伙伴 带导的勇士们 早安 牧师要邀请你 跟随着敬拜团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哈利路亚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 给我一个手交的灵 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 如同耶稣的生命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 给我一个手交的灵 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 如同耶稣的生命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更深地依靠 淡淡相信你 深深敬畏 为你 一生要跟随你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 给我一颗谦卑的灵 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 如同耶稣的生命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 给我一颗谦卑的心 给我一颗手交的灵 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 如同耶稣的生命 如同耶稣的生命 你告诉我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更深地依靠 淡淡相信你 深深信议为你 一生要跟随你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更深一套 单单相信你 深深敬畏你 一生要跟随你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更深一套 单单相信你 深深敬畏你 一生要跟随你 单单相信你 深深敬畏你 一生要跟随你 单单相信你 深深敬畏你 一生要跟随你 主啊 是的 愿我们更多来跟随你 愿我们更多来 单单向你祷告 主啊 愿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每一时每一刻 主我们都单单的来仰望你 主啊 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天 新的早晨的里面 主啊 我们有一个新的方式 主啊 我们就是来到你面前说 主啊 我们愿更多来拥有你 主啊 恩待我们 主啊 我们常常会有不足的时刻 主我们常常主啊 会有许许多多时刻 会软弱 但主啊 靠着那加添给我们力量的 使我们凡事都能做了 主啊 我们仰望你 我们要更多的来寻求你 因为主你说 凡事寻找的就寻见 可我们呢 就开门 祈求就得杂 主啊 是的 我们愿更多来仰望你 我们渴慕你 我们的主 我们谢谢 赞美 使我们渴慕你 我们的主 求你给我们一个 谦卑的灵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好叫 我们知道说 凡事都是靠着你 我们才能成事的 主啊 我们靠着我们自己不行 但求主你跟我们 谦卑的连带 到你面前的时候 我们要 知道自己的不足 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 来奔跑你的天路 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一生 要是倚靠上帝 不是倚靠自己的才能 也不是倚靠自己的势力 主啊 地上一切都会变 但是永远不变的 是只有上帝 你的话语 谢谢主帮助我们 求你的话语 光照我们 今天所有的敬拜 谢谢主 我们这样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名求 有没有 兄姐妹感谢主 今天早晨我们 有一个美好的敬拜 我们继续来思想 马太福音 二十三章 从第一节 一直到十二节的 这一段经文 今天早晨我们思想的主题是 你们中间谁为大 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 说文士和法利赛人 坐在摩西的位上 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 你们都要谨守遵行 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 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 他们把男单的重担捆起来 搁在人的肩上 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 他们一切所做的事 都是要叫人看见 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 衣裳的穗子坐藏了 喜爱宴席上的守卫 会堂里的高卫 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 称呼他拉比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 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 你们都是弟兄 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 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 就是在天上的父 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 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 就是基督 你们中间谁为大 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 凡自高地必降为卑 自卑地必升为高 经文就念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思想 你们中间谁为大 这样的一段信息 我从小在乡下长大 我觉得这当中有很多 让我很回味的地方 有些时候当成长了 有机会再回到自己的故乡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当中的一些的人情味 常常会让你很怀念 每次有寒暑假的时间 我就会带着我的太太跟孩子 一起回到我的故乡 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回去的路上 你就会看到过去的很多的邻居 他们从小看着你长大 因为我们也不太会搬家 然后所以所有的这些人 你都会认识 然后他们会说 你从台北回来了这样 然后可能你早上回去了 到了中午到了下午的时候 我就发现 每一次回去都这样 我们家的门口就开始 会有人拿个塑胶袋 然后绑两个南瓜在那边 或者今天可能到了晚上傍晚的时候 有一捆小白菜就放在那里 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可能邻居的某某人 然后他们家里又有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就会想与你分享 每一次吃着他们所赠送的 这一些东西的时候 一方面回味故乡的那种感觉 可是另外一方面 其实就在想 好特别 如果教会 如果我们在基督里的生命 也是这样 那该有多好 我再说 我的这些邻居们不一定 或者说大部分都还没有信耶稣 我也很期望他们可以信耶稣 把福音传给他们 可是很多时候我就会发现 这样的一个美德 其实应该在上帝所造的 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都应该展现 常常我就会特别去谢谢他们 然后谢谢他们的时候 也把我所从台北带的一些东西 与他们分享 他们就说 没有啦 这个是因为 因为我种了这一些 然后因为实在是盛产太多 我一个老人家我也吃不完 我想与你分享 很多时候 当我们很多的都市化 社会化了之后 许多的东西 我们都应当 或者我们也习惯 用钱去购买 甚至很多的食物 多了 我们就会把它存下来 然后将来可以使用 或者把它转卖 可是在 曾几何时 在我小时候的生长环境 却不是这样 因为那个地方可能没有冰箱 那个地方那些食物 没有办法保存得很久 所以当有这一些出产 这一些食物 甚至是鱼货的时候 他们能够做的选择 除了自己把它吃掉以外 很重要的是 所有的这一些人 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理念 让人来与我们一起分享 因为我吃也吃不完 而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其实也在讨论 这样的一个主题 这段经文的一开始 讲到那时 这跟在22章的前面的 那个时候 其实是同样一段时候 正是耶稣在面对 许许多多挑战他的人 耶稣一一地向他们说明 有西律党人 有撒都该人 有律法师 一直到这边 有文士在当中 耶稣要告诉这一群人 他所要带来的这个救恩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救恩 是与他们过去的信仰 他们所倚靠的 他们所习惯的 是迥然不同的 耶稣告诉文士跟法律塞人 耶稣提醒他们 耶稣今天也在提醒我们 耶稣告诉门徒说 那些文士跟法律塞人 所吩咐你的 因为他们坐在摩西的位置上 就是耶稣没有要否定 他们的地位 但是凡他们所吩咐你的 你都要遵守 他们讲的没有错 可是耶稣说 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 因为他们的行为 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能说不能行 就是他们表礼不宜 各位兄姐妹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 很多时候 当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 当我们接受了基督 这个信仰的时候 不是只是我们与过去的那些 所拜的偶像 拜拜而已 再也不去拜那些偶像而已 更重要的是 你我因的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真实生命 有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改变 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希望我们的生命 得着祝福 我们希望呢 我们在凡事顺利 凡事横同 我相信很多的基督徒 在他的生命当中 因着信了主 他愿意照着主的吩咐去做了 以至于好像 他就得了很多的利益 那个利益呢 是上帝的恩典 那个利益呢 是主的赐福 可是很多时候呢 当我们得着了 这一切的时候 我们忘记了 我们忘记了 那是那上帝恩典的赐予 我们把这一些 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当成我们 好不容易遵守律法 好不容易信了耶稣的获得 我们把这样子的一个 上帝恩典的赐予 变成了自己 自己 因着虔诚 因着能力的获得 而不愿意与他人分享 这段经文 耶稣正式要直指 文士跟法律塞人 那核心的问题 就是他们能够说 可是他们行不出来 他们怎么说呢 可是他们行不出来 耶稣在这里举了实例 他说他们把南弹的重弹 捆起来 然后搁在人的肩上 我们都知道 弹子越重 最重要的是怎么样 把它分 分轻一点 把弹子分得轻一点 就可以背得重 那分下来的谁背 当然是文士跟法律塞人去背 当然是我们去背 可是没有 我们想的是 把那些南弹的弹子 捆得越大捆 然后搁在他的肩头上 我们自己一根指头 也不肯动 他在那里无能为力的 好像拉着那样子的一个重弹 你只会在那里 拍拍手为他祷告 可是你一个指头 却也不肯动 文士跟法律塞人的问题 就是他们喜欢坐在高位 他们希望人看见他们的虔诚 看见他们从上帝那里获得救恩 各位弟兄姐妹 很多基督徒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喜欢别人看见 上帝有多赐福这个教会 多赐福信耶稣的我们 以至于要他们信 这好像是一个方法 但是我要说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不是福音的全部 上帝赐恩于我们 是要叫万国因我们而得福 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 给他的子孙们 而也给今天 我们这一些因性成为 亚伯拉罕子孙的我们 我们因了信的耶稣 得着了这福气 最重要的目的不是自己享福而已 而是要叫万国万民 叫我们身旁周遭的人 因我们的生命得福气 而那个福气不单单只是 把耶稣介绍给他 而那个福气是 如果我们有能力 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 否则我们的生命 就跟这些文士法律赛人一样 只是把那个小皮盒的 那个细的袋子变宽了 好叫别人看见我们的虔诚 我们是因为这样 我们常常把 把主的话语 带在我们的额头上 绑在我们的手背上 所以上帝赐福给我们 我们很爱祷告 所以我们把衣裳 那个罪子做得更长 好让别人看见 我们是一个清心祷告 一个愿意 在主的面前跪下祷告的人 可是不要忘记 这都是表面 耶稣提醒这些文士跟法律赛人 提醒他的门徒 不要效法这些人 甚至不要在那些位置上 好像要做高位 要受人家尊敬的称呼 耶稣在这里讲了一句 很重要的话 第十一节 他说你们中间谁伟大 耶稣的问题今天也要问你 耶稣的回答是 那个伟大的要做你们的用人 我再说一次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我们先做用人 有一天耶稣会让我们伟大 不是的 你误会这段经文的意思了 耶稣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 你们中间谁是蒙恩的人 谁是伟大的人 如果你蒙恩你伟大 你能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你能不能服侍别人 这正是耶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所提醒我们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在职场上 你在家庭当中 你也许是一个老师 你也许是一个学生 你信了主 上帝很祝福你的工作 你的功课 你的家庭 可是你身旁的人 因你得福了吗 我再说 不只是把耶稣介绍给他们 你有什么实际的行动 行在他们的身上 好叫他们 看见 耶稣是主 耶稣爱你 他们要从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真实的领受到耶稣基督的爱 弟兄姐妹 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特别来祷告 让每一个基督徒 不单单只是感受 神救赎的恩典 然后接纳我们 进入祂的荣耀里面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真实的 能够在这件事情上 能够理解 知道我们不是凭着 自己的虔诚跟能力 好不好 我们同声开口来为自己祷告 也来感谢神 我们来到这边 这次祷告 是我们的 主啊 我们接受 主啊 每一个人 好像一个人是一个灵魂 解决是主 由你特别的健全 是我们能够进到 神的福音子 我们说主 主啊 我们要感谢 祈祥 令我们要从没有 退市 主啊 让我们进到 祢不要的 我们的心理 让我们要望你 主啊 我们再是客人 我们再是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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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是让我们养众的 神的福音子 谢谢 主啊 谢谢祢 主啊 谢谢祢 主啊 请着祢的拣选 主啊 我们不在这世上 成为客旅 而是主 我们能够一同 与祢进到 神祢荣耀的国度里面 主 谢谢祢 在创世里 先赐给我们 这样的恩典 跟恩惠 主啊 使我们能够成为 祢的儿女 主啊 也帮助我们 主啊 让我们在神 祢的话语当中 更多来经历 祢更多来学习 主啊 使我们每一位 都学习 能够做一个 真的儿子 主啊 做一个神的仆人 主啊 成为 为大为主所用的 主啊 让我们在祢的国度的里面 主啊 我们也成为 主啊 众人的祝福 主啊 祢帮助我们 翻转我们的生命 主啊 也让我们有很大的突破 主啊 我们过去 不管跨越的 但主啊 在这新的一天的里面 主我们要靠着祢的名 奉祢的名 主啊 带领我们 勇敢地来跨越 勇敢地来突破 主啊 我们要成为有影响力 而且能够祝福众人的 主啊 谢谢祢 翻转我们 也带领我们 是的主 谢谢祢 主啊 我要向祢献上感恩 因着祢的爱 因着祢的恩典 我拥有身边的一切丰富 因着祢的爱跟恩典 我今天能够站立在祢面前 服侍祢 主啊 在我们生活的当中 我们这么多的丰富 我都要献上感恩 因为若没有祢 我将一无所有 主啊 在这地上 除了祢 我还能有谁呢 主啊 愿我每天早晨来到祢面前 都要为我自己能有一颗感恩 及谦卑的心来向祢祷告 主啊 这是我每天的功课 求祢帮助我 赐给我那谦卑柔和的心 在祢的里面 主啊 靠我是很难的 但是主啊 我有祢的帮助 我有祢的带领 主啊 我就努力的来往前走 主啊 努力的让我能够活出 祢要我活的样式 那个谦卑柔和的生命 主啊 好叫我能够 影响更多的人 也能够让别人能够看到 感染到这样的生命 愿意来认识祢 主啊 谢谢祢 我求祢继续来带领我们 使我在祢的面前要说 主啊 为到每一天我都感恩 为到每一天都求祢来帮助 和带领牵引着我的手 主谢谢祢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的来祷告 求神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 因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重担 是祂挪去 当我们看到许多人生命当中 有重担的时候 不单单只是求主挪去祂的重担 是不是我们可以帮助祂 与祂一起担当这个重担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让每个基督徒不骄傲自大 能够与人同担重担 同声开口祷告 祂我们来到你面前导教 主要是因为你的爱主在我们的中间 主要你的生命主要是的主也在我们的生命里 主要是让我们看见你的谦卑 主因为你自己柔和谦卑 取了人的样式来到我们的当中 主要并且背负了我们的重担 主要是我愿我的生命主要更多的来向你 主要指教我如何谦卑在你的面前 主要是不是因为自以为有了什么 主要是主来用这样子来评价自己的价值 或者是肯定感 主要存在感 主要是主因着主你自己的爱主在我的里面 主要是主我是属主你自己的儿女 主要是主我的心里面就有安全感 主要是主因此主我能够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主要是主也能够知道主我所有的都是你所赏赐的 主要是主让我 主要是主使用主你所给我的来帮助我身旁的人 主要是主让他们也能够经历到主你自己的丰盛 你的奇妙主你自己丰盛的爱 谢谢主赞美你 主啊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需要你 主啊没有一个人不能依靠仰望你 我们都需要你 主啊求你特别的来帮助 尤其是我们这些已经认识你的基督徒你的儿女们 主啊我们更要每天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真的是用祷告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恳求你赐下你的力量与帮助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用你的爱来爱我们身边一切需要的人 并且附上实际的行动与他们同担重担 与他们一起奔走在人生的道路上面 告诉他们不孤单 因为他们有我们 因为他们有神 因为神是他们永远的力量与帮助 主啊我们要宣告你是生命的源头 你是一切的源头 我们一切都在乎你 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在这一段的最后一节说 凡至高的必降为悲 至悲的必升为高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好好领受这句话 教会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教会有着上帝极大的一个祝福 我们的责任不只是在那里炫耀上帝的祝福而已 我们有一个责任 愿意谦卑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 当你在成为别人的祝福的同时 上帝会把你升为高 因为神的爱就在这样子的一个 爱的交流的过程当中显现 这些受帮助的人 这些因着教会受帮助的人 也才真正的看见基督的爱 让教会知道在怎样的一个情况当中 知道怎么样处谦卑 怎么处贵贱 让教会找到一条方向 更重要的是 让这地的人因着教会的复兴成为祝福 不是只要教会复兴而已 教会复兴 基督徒的复兴要成为这地的祝福 我们同生开口来祷告好吗 我们来祈求每个教会都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复兴成为这地的祝福 主 我们来到祢面前祷告 是的 主 我们祝祷祷告 主 教会成为我们这地的祝福 我们的教会成为我们社区的 社会的 国家的祝福 主 我们仰望美丽 主 愿意识给我们教会 主 主 要在各样的事实当中 主 要凡其为主所作 凡其为主所用 主 愿意识给我们教会 我们谢谢祢 我们赞美丽的祝福 主 祢告诉我们说 要先追求祢的国文跟祢的意义 剩下一切祢都要加给我们了 主 我们要将祢追随祢的道路 放在我们的首位 我们要知道说 主 我们不是拿祢的恩典来将祢的宣耀 说主 因为我们像我们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有许多恩典 不是的 主 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已经信靠祢 我们将自己摆上 成为衷心良善的仆人 主 祢要用这件恩典来告诉我们说 主啊 用这些恩典去帮助更多的人吧 让他们知道说 主啊 我们靠着祢 我们靠着祢 用祢的爱来帮助他们的时候 他们能时时刻刻 能实在在感受到祢的爱 让他们知道说这福音 进入他们身体里面的时候 他们心里面的时候 是多么的美好 主啊 谢谢祢 帮助我们能够成为祢的 忠心良善的仆人 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谢谢主 主是的主 帮助教会 帮助我们成为方舟 真实成为同舟共济的人 主 我们要去服事的是那方舟里 最微小的需要 我们要去服事的是治理这地 能够拥有一切智慧的 来帮助这些人 得到真实的帮助 主 帮助我们真实能够 可以背负基督的使命 是使瞎眼看见 使瘸腿行手 使贫穷成为富足的 主 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 我们需要更多的走出去 让教会成为这里的帮助 主 帮助我们 谢谢你 这样的祷告 是奉靠耶稣居住的名 阿们 更多的来敬拜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更多的祷告 帮助我更神的依靠 神神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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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